手游酷玩 吃掉了 他用的技能是这个恶魔咬 他可以召唤一个恶魔 把咱们给吃掉 就在血量的话 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呼吸回血大法 所以说 这个血量的话要注意一下 实在不行就去被他干掉啊 也没关系 我去 他用恶魔把咱们给吃了 那么也是变成第三名了 不要着急啊 这个谁赢谁输 目前还定不了 因为在拿货的时候 咱们可以快速的四根手指疯狂点击 这样咱们后来拿货都给他拿的快 你看 虽然他把咱们给干掉了 但是咱们拿货的速度快 还是位居第一名 让这个第二第三呢 他们两个人互相夹 好的 现在已经又回到第一名 跟第二位拉开一个距离 只要保持距离 不在一个横截面的话 他们就无法对咱们造成伤害呀 只要注意不要踩到 来的时候这些人放的炸弹 或者说你自己弄的炸弹 没人踩 等你回的时候 你给他踩了 这个也是不行的 距离前方 还有一小段距离 咱们现在有两个护盾 没关系啊 用护盾来保护一下 到终点了 漂亮 让这个人去吃土吧 已经获得了第一名 第一名的话 可以获得很多的金币奖励 是你游玩的时候 差不多是八个人 还是十个人呢 需要把每个人上交五百个金币 咱们获得一千五 那就是说 咱们赢得第一名 可以获得一千金币 然后第二名的话 我好像没得过 我得过第三名啊 第三名大概是六百左右 那就说明是第三名 只是赢一百 然后除了第三名以外 其他名次的人 都是输掉这个金币啊 那我想说 这个金币 究竟被谁收了呢 这个人才是 最大的赢家呀 他竟然收了这么多的金币 要注意一下 现在咱们是第八名 不要灰心啊 第八名也是有几率 去追回到第一名的 你看 这不就一下到第三名了吗 主要是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啊 让他们打得热闹 咱们坐收渔翁之力 我去这个炸弹 有点坑啊 他还想用刀来扎咱们 找个机会 扔个砖头 把它干掉啊 漂亮 一个砖头成功把它干掉 一砖头的话 差不多可以 打掉比半的血量 两个砖头可以带走一个人 快速拿 快速拿 小偷竞速 究竟谁是最想小偷 那必然是我们了 我们叫player222 这个名还是比较顺口的 222 因为这个是游戏模式给的 我也没去修改这个名 感觉还是比较逗的 这个炸弹比较坑啊 有人拿到了这个勾结炸弹 这个炸弹是会自动向你吸附过来的 所以说两次 我都是用保护膜抵消了炸弹 我去第三次 这帮人是真的狠啊 竟然扔了这个炸弹出来 那我们现在距离第二名的差距是比较大 也是可以安心向前跑 但注意一下 这个护盾不要浪费掉了 等他过来的时候 再用护盾 那么砖头基本上没用 再次获得第一名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